從雲端上面也許你就把它複製貼上 或是裡面內容你可以自己再去調動一下 裡面順便它有把一些所謂的什麼叫JQuery Mobile 在這邊有做一些敘述 再來的話關於就把它貼到Footer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頁面 這個關於本書 然後裡面內容這個是Content 這個是Footer 特別注意喔 其實最容易發生錯誤的是什麼 就是同學在貼上的時候 貼錯位置或是說結構不清楚 特別說它本身就是一個Page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要做分割 因為分割你這邊一選 這邊整個就選起來了 有沒有 一定是DIV開頭 一定是DIV結束 這個是固定的 那你要選的時候 你可以整個外框選一下 整個Page就選起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選的時候 這邊一定是 頭一定是這個啦 剛剛講一個Page 然後一定是Home 其他就把相關的東西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我需要做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是 在關於本書 連到這邊來 關於本書 怎麼連過來 上去幫我講過 你可以把關於本書這邊選起來 底下有連結 這很重要 連結部分呢 連結的名稱 加一個頸 特別重要 這邊應該 可能做熟了這以後 會不斷的 不斷的出現 因為 未來你的App 反正一定會有很多頁面 很多頁面之間要互相連結 就是靠這個頸 去做連結 OK 然後呢 而抱著 所以你打上而抱著 當然如果你沒有把握 有時候 你名稱也不要打錯 即便是差一個拼錯字 也會出現錯誤 所以有些東西 點下去怎麼沒有反應 好 點完之後呢 再移到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 關於本書 這個時候會變超連結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到底能不能連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然喔 如果你用的是 記事本 或者是有的用記事本加加 然後來開發也可以啦 只是要做很多事情 還是用這個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要預覽結果的話 其實不需要很麻煩 因為上禮拜講過 即時按下去 這個時候他會跳出說 欸 我沒有找到你的伺服器啊 那你需要一個伺服器 其實特別重要 這個時候請你先選否 因為我們 不需要Server 這裡面還沒有做到動態的 所以你先選否 甚至你可以打勾 不要選是了 否 欸 要不要在本機 要 所以先否再試 好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你跳出來 你會發現 欸 如果你沒有JQ Mobile 韓事庫幫你的話 我跟你講 你看到的畫面一定還是 跟之前網頁是一樣 可是如果JQ幫你打包 馬上看起來 在手機上看就OK了 至於後面做什麼 有興趣你可以看他裡面的 JavaScript的程式嗎 寫的一大堆 不過那可能不是你想關心的重點 你想關心的重點是 把畫面做出來 OK齁 好接下來的話要連結嘛 所以點下去 當然未來你會是 呃 用手去點 不過 基本上我們把它 好一直點擊他 看能不能跳過去 欸 跳過來了 OK 但是 跳過來之後 回不去 你需要在這邊增加一個 back OK 那如果沒有back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先用這個 點擊他 上一頁 跳回來了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需要再改變 第一個 這邊 其實你會發現 這樣其實在用滑鼠點還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手點 其實略嫌太小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通常會把它改成什麼 一個大大的按鈕 大大的按鈕 上面就關於本書嘛 第二個可能按鈕上面 也許你需要什麼 需要一些圖示 你看你如果沒有一個圖示 最好前面在一個箭頭 什麼之類的 再來換個顏色 會更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怎麼樣把它改成按鈕 那另外就是說 那我怎麼點擊它之後 要讓它跳回來 那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 所以我們先講 第一個先把這個兩個頁面 做一個超連結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根據這個頁面 做回去的動作 那特別注意 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只要在我們的頁面上面 多增加一個就是回去的按鈕 那最簡單的方法 特別就是上禮拜有講過 不過還是有同學做的時候 沒有選到正確 好像應該是選整個page 結果它選到好像裡面 還是選到其他地方 看起來設定是沒錯 可是最後就不會跑出那個按鈕 那特別注意怎麼做 一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選取about這個頁面 記得這樣才整個選取 ok 第二個呢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上禮拜有看 回去看影片應該找得到 但如果上禮拜沒有看影片 而且沒練習應該忘記了 這個多做幾次就熟了 這很重要 標籤檢視器裡面的JQ Mobile ok 這個非常的重要 其實 這個功能呢 很多書裡面是沒寫 很多書裡面是叫你打程式 這個是 我自己發現 有這個功能 還蠻好的 原來這邊有躲了一個東西 那我之前看其他書 他沒有教這個 他就是叫你把程式碼打上去 想說這樣子 程式碼打很多 對很多同學就會長生障礙 所以後來我發現 有這個機關 當然如果你不是 你很習慣打程式 那你就可以忽略 沒關係 你就打程式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習慣這裡 你會發現 在這裡設定 應該會比較簡單 怎麼設定 特別是要JQ Mobile展開來 針對這個Page 做什麼呢 他這邊都有屬性 那你只要打開來 這邊可以拉寬一點 沒關係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這邊 這邊有個Data Add Back Button 把它改成True就可以了 那實際上我上禮拜講過 他只是幫我寫 寫一個程式在這裡 當然你如果要自己寫上去 也OK 那寫在哪裡呢 這邊可以把這個 這個改為True 這個時候你把它回去看一下 基本上它幫你寫的 在這裡 它其實好像加進去 把你refresh一下 就是這個 那它加在哪裡 加在這個ID的後面 加一個什麼呢 Data Add Back Button 等於True 加這個東西 其實Junweaver裡面 我記得好像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自動提示 如果這個你不要在這邊設定 你如果想要自己打上去 它也可以 不過它幫你加的方式 好像是先按空白鍵吧 對空白 你要先空白鍵 從這邊按個空白鍵 它就會有清單出現 然後你打一個Data 有沒有這邊就會出現有沒有 這邊你把它按個Enter 它後面會出現這個 Add Back Button 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會出現True或False True 這樣也可以啊 OK 哪一個方便你就選哪一個 不過最後你應該會選這個吧 OK 因為打程式一定要打熟 那它也會有一些提示在這邊 那我們做完之後 這個時候呢 其實說真的也不用存檔 如果你要存檔 我習慣是Ctrl加S Safe一下 上面這個信號就不見了 Safe 再來即時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關於本書 回來了 有沒有Back 好 可是剛剛有提到 就有同學提到說 老師那 可是我希望這個Back上面的文字 不要是那個Back 因為我們公司 大部分還是習慣用中文版 假設 那怎麼辦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就再把即時關掉 一樣 游標放在 就是點擊這個頁面之後 其實這邊的屬性名稱 你大概拆也可以拆得出來 有沒有 Data Back BTN 就是Button 的Test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上一頁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呢 你可以試啦 上一頁 不過關鍵就是 你一定要記得啦 一定要選這個Page 你不要選錯 因為之前 上禮拜同學是 常常選到Content 還是選到別的地方 怎麼設定就不行 OK 好 Enter一下 然後呢 再執行 點擊它 上一頁出現 那你想說 老師 那可不可以換個顏色啊 可不可以 因為黑黑的啦 這個時候有的人 眼睛不太好 黑黑的他看不清楚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改成黃色的 當然可以啊 所以 這邊的話 怎麼改顏色呢 其實 一樣 再點擊它 特別注意 Test的下面有個Sing 這個Sing 實際上就是布景主題啦 那布景 特別注意 它裡面有A到Z 總共有26種 不過 特別注意 預設的只有五種 顏色 各為 黑 藍 銀 灰 黃 A B C D E 五種而已 黑藍 銀 灰 黃 那特別注意 黑可以忽略了 因為黑根本沒作用 銀跟灰 你分得出來嗎 其實我也分不出來 所以 其實能夠比較好辨識就是 藍跟黃 所以就是 B 跟E 所以如果你要把 你那個Button的顏色 改成 黃 黃色的話 它就是改什麼 改E 你想說 老師 它只有五個 它幹嘛弄著 26個給我啊 那這樣後面 有什麼作用 就沒有作用 但是它有預留伏筆 就是你未來 你如果想要自己改一個布景 顏色 可不可以 在哪裡 剛剛有JQ Mobile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再點進去 有一個叫Sing Sing 那個網站上你們找一下 JQ Mobile官網上 一個叫Sing Sing的那個就是布景 點進去有一個Rower 它有一個可以讓你自己創布景的一個功能 你自己可以做你想要設定的顏色 做完之後 再把那個結果的CSS放過來 它可以幫你整個改變 不過這個怎麼做 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我們只是說 假設我一個改一個基本顏色 改成黃色的話 好不好 OK 點下去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 黃色出現了 那你想說藍色對不對 可以啊 你就把它改成AB 改成B就好了 那就回去 完成 那待會的話 請各位也可以再思考一下 關於本書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再改 改什麼呢 改按鈕 那你想說按鈕 按鈕 剛剛不是在官方網站上面 不是有跟各位提示嗎 上面的View Source 其實請各位參考一下 上面都有答案 你就把那個方法加上去 但是我等一下也會教各位 怎麼樣做一些基本設定 反正最基本的設定 把它稍微做個變更 OK 好 那請各位 這個剛剛比較重要的幾個地方 第一個 增加超連結 OK應該這沒有問題了 把這個關於本書 加上這個About OK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加上那個 我們的 的 包含就是回去的Back的那個按鈕 然後 我只有設定的 總共三個地方 一個 兩個 三個 阿氣頭啊 這個標籤 在這裡啦 當然我講過 你也可以選擇自己打程式上去 有沒有 這程式一個兩個 三個 其實做完這些 這邊 一樣 你 不過 像一般書裡面 就是給你 左邊的 它不會告訴你 右邊的 右邊的 實際 我是發現 我是覺得更簡單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當然 那個 有些動作 做熟了就OK了 但是有些 如果還不熟 記得就是 稍微找一下 熟悉一下這個環境 然後